义父念父 常常想父 不要想别的 想别的都是高六道轮回 错了 我们把所有一切的想念放下 只想阿弥陀佛 这就完全正确了 世间人最难舍得 亲情 我们连亲情都要放下 去想阿弥陀佛 我是真爱这个亲情 为什么 我往生之后 他决定的是 我会帮助他了 现在一般讲 我会加持他了 我要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亲情再亲 没有办法永远在一起 一口气不来 每个人屹立不一样 过人到过人地方就投胎 永远不再认识了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思想 连亲情都把它变成阿弥陀佛 决定得生 真的得生 家人都被多 我们住在香港 香港大概在四 应该四十年前 东林就院的老太太 何东就死 是为将军 何东就死 父亲两个 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老太太念父 儿子媳妇很孝顺 在家里给老太太 空一个房间 做小卧桃 让老太太在家里 他们是基督教的 虽然信仰不同 不相妨碍 一家侯母相处 临走的时候 老太太献了一朝 欲知识之 坐着坐地 而且还招待记者 举行 亲戚朋友 大家都来送她 真走了 盼腿走了 儿子媳妇真看到了 念阿弥陀佛 度了一家 你看 临终这个事情 一家人度了 东民修院这个房子 就是他们家的房子 军先出来 坐到这 老太太高明 夜深不劝儿女 学父 最后表示 表现这个 真看到了 全家学父 影响很大了 许许多多 不相信佛的 看到了 听到了 都相信 现身说法 所以 义父念佛 大师指菩萨书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义是在心里头 心里头 真有佛 叫义父 叫念佛 不一定在口头上 但是口头上念佛 有好处 口头上念佛 是自他念力 别人听见了 他就跟你有缘了 我这里念阿弥陀佛 他听到了 我把阿弥陀佛的种子 种在他八十心天当中 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 永远不坏 将来遇到云 就这个种子遇到云 慢慢增长 他将来 最后 一定到西方 极乐世界 成就早晚 那种子 遇云不坏 他将来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最初的种子 是你这一句阿弥陀佛 给他种下去 所以跟你有缘了 这是开口念佛 有这些好处 还有 鬼以神能听到